他是现今世界最快的男人 拥有蓝色闪电的名号 就连望花童血轮眼都无法跟上他的速度 只一击就将仙人化的宠武打回原形 面对如此强敌 佐助非但不惧反而越战越勇 靠着血轮眼看破雷影的攻击套路后 顺势利用千鸟突破了雷影的雷动台甲 然而威力不足没能造成伤害 反被雷影抓住机会 使出最强杀招雷我炸弹 至今还没有人能从这招中活下来 可烟尘散去 佐助竟然安然无恙 仅靠海骨状态下的须佐就扛下这必杀一击 雷影见状也功率全开 将雷顿铠甲激发到最大程度 其速度之快丝毫不弱于黄色闪光有待命 就连佐助的天照都跟不上他移动的步伐 虽然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可佐助对火焰的操控比又更加娴熟 竟能操纵形态将天照附着在须佐之上 奈何雷影是个莽夫 宁可牺牲左手也要重创佐助 即使有须佐的保护 佐助仍然身负重伤 口吐鲜血 但这还没完 雷影竟然再次打算牺牲诱途 彻底终结佐助送他去领盒饭 佐助健壮急忙使用家具捅命防守 眼看双方就要两败俱伤 我艾罗的沙子及时赶到 救了佐助的小命也救了雷影的一条大肚 可雷影并不领情 当即就卸去了自己的左手 而佐助同样使用天照回忆 并将自己的虚左进阶到了第二形态 向我艾罗炫耀自己的绝对防御 万花筒的力量让佐助彻底膨胀 与此同时 面具班也找上了名人 他想要弄清是什么致使长门背叛的自己 他向名人讲述了又灭族叛逃的真相 以及与之波异族内被鲜血 竟然无法摆脱诅咒的命运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正是忍者鼻祖的六道仙人 曾经六道仙人步道忍宗 希望引导和平 可创业为巴尔中道崩促 他将自己的力量与意志托付给了两个儿子 哥哥英陀罗得到了查克拉和精神能力 天生具有仙人之眼 他认为达到和平需要的是力量 而弟弟阿修罗得到了生命力与身体能力 天生具有仙人体 他认为达到和平需要的是爱 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 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派系 而六道仙人临死前舍弃了力量的长子 选择了追求爱的次子 作为自己的继承人 正是他费长利诱的取乱之道 造就了如今的诅咒命运 不承认事实的长子 出于憎恨开始了与弟弟的争斗 就算时过境迁血缘渐淡 兄弟间的争斗也从未停止 两人的灵魂不断转世 而班与助奸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的争斗也是被命运安排好 如今的面具班 能清楚地从命人的身上看到牵手的意志 他相信灵人就是阿修罗这一世的转世 与之相对应的佐助则是因陀罗的转世 两人之间必有一战 而他的目的就是打破这份命运成为完全体 说完这些 面具班就消失在了眼前